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奥迪的R27直线加速输给了宝马M5 于是车主隔天就找来了奔驰的AMG GTS 要知道AMG可是奔驰里面的高性能车型了 而GTS更不是省油的灯 这台GTS搭载4.0升的V8发动机 最大马力510匹 峰值扭矩650牛米 配备一个7速双离合变速箱 车身重量1.65吨 宝马M5搭载的是4.4升的V8发动机 最大马力600匹 峰值扭矩700牛米 使用的同样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 车身重量1.9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两台车的0到400米加速 两边的车手反应看来都很专业 几乎同时窜了出去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两车的速度都差不多 到后段的时候 GTS的爆发要更强一点 最终第一的是奔驰AMG GTS 但宝马M5在100到200米的加速用时要比奔驰快一点 只不过在后面被追了回来 在家里面的加速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